我在我的房间开了一扇可以看到世界的窗户 由于远端工作的关系 我其实待在家里的时间非常的长 而在高房价跟物价的台北 我的生活空间其实非常的局促 就像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 从自己的窗户望出去窗外的景色 也是经典的台北老市区市容 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景色 一个人在小空间里面待久了 其实心情也很容易抑郁 我尝试透过旅游或者是移地工作 希望透过转换环境来让心情得到解放 也在思考可以怎么改善 看着网路上许多国外的房子 都有着很棒的采光以及完美的窗景 这让我想起在疫情严重的封城时期 所看到的有趣网站 理念是交换你的窗户景色 每个人透过上团自己的窗外景色 来交换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窗户的景色 所以你也可以随时随地欣赏到 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国家某个城市 里面的某个人家的窗户所看出去的风景 想象一下 今天你可以看到泰国下雨的小巷 明天你可以看到奥地利晴天下 吹着栩栩微风的草地 再换一天呢 你可以欣赏到瑞士的山景 或者是伦敦繁忙的街道 跟东京的铁塔 除了视觉的享受之外 这个网站也可以让你听见风声、车声 或者是环境内的虫鸣鸟叫 当你厌倦了同一个窗景的时候 你也只需要点一点滑鼠 就可以换到下一个 让你可以透过萤幕去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也可以抚慰我们没办法出门的心 但网站终究只是在浏览器里面的一个小小视窗内 而且通常萤幕上也总是充斥着工作的讯息 或者是资讯爆炸的焦虑 也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休息 所以如果我们有专门的萤幕跟窗景 可以把它挂在墙上的话 那么也许就可以迅速的去改善整个家里的气氛 那么来自日本的Atmos呢 就把这个概念给产品化了 他们推出了这个智慧窗的产品 其实就是加上了窗框的一个萤幕 但是你可以任意播放全球超过50个国家拍摄的各种风景 而且也会有相称的白噪音 比如说如果看到的是一个山景 那你就可以听到丛鸣鸟叫 而如果是在海边的话 你就可以听到海浪拍打的声音 你也可以把两个串在一起 而且你可以清楚看到画面里面的萤幕是会帮你连接起来的 最多可以连到三个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让你可以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房间里面 有一个疗愈的角落 让你可能在忙碌的一天之后呢 可以静静的盯着它 喘口气 放松一下 台风来的今天让时间变得悠长 时间大概以0.7倍的速度流逝 在平日我们总是会被周遭影响不掉 也许有时候就这样任时光随意流逝 奢侈的度过一天 也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方法吧 也许现在的我还没有办法真的拥有一个 心目中的落地窗景色 但马丁路德曾经说过 我们得接受生活中的失望 因为它是有限的 但千万不可以失去希望 因为它是无限的 所以就让我们保持着希望 然后踏实的向着未来的期待迈进吧